中興路和大志路正在進行平面交叉工程 為了發揮更大效益 公所將大志路提高3米 中興路下降3米 可是不少居民反映 新舊道路衔接不夠順暢 像是一旁中興路二段747項 就有將近二三十度的陡坡 rut來這邊一路 tasted比較odle 這裡擺盤就有點險 比較怕或比較冷 當然比較冷 也比較不美觀 七八七行 它這裡抓不太順 當然自早也是這樣 真的希望我們新開業可以抓得比較順 因為比較多月 騎進北的圍牙比較怕 當然抓下去的時候就會比較順 可能沒辦法每天都沒他 因為真的 我可以讓他比較沒出這樣而已 他就抓得還沒出啦 為了解決用路人的不便 台中市議員張倉儀邀集公所 建設局等相關單位進行會刊 第四公務大隊表示 這段道路已經有配合下降一米半 但將順應地方需求把路面再加高 我們回去的話 我們會把這個情形 請告給上面 那可能就是針對比較陡坡的部分 做適當的提升 讓他銜接平順 使得他那個通行更順暢 第四公務大隊表示 要填充加高的路段 大約有68公尺長 完工後路面將會平緩許多 讓用路人使用起來更舒適 記者維亭 臺中市報導 臺中市報導